之前聽說過,特別是日本的女生,對老公是一份工來的 她是一份老婆的工,所以我會好好地去服侍我的丈夫 會令到她好像很開心,這個就是她終身職業 但是反過來,你要好好地做你老公的責任 你不是要老婆跟你捱,你不是要跟你共患難,沒有可能的 在日本來說,你覺得日本的男人是會這樣想的? 女人是這樣想的,所以我的朋友跟她說 如果你要選擇,拍拖可以玩日本妹或者台灣妹 但結婚,一定是港女,我同意的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殺嬌女人最好命》 因為當時黃曉明說這個電影很棒 我終於明白,我終於明白,為何林志玲常常拍不到拖 原來如果24小時就扔你,我真的受不了 類似這樣的意思 原來你保持著那個女生這樣扔,保持著都是這樣 一輩子是不行的,跑車你不要經常坐牌,真的會吐 要走一下路 我也要走一下路,你保持著這樣,保持著的話 正常男人是受不了的,所以他會說 他會說,喜歡明白為何台灣女生真的過不了一輩子 真的過不了幻眼,這個是重要的 到你了,Eric 我沒有試過 始終都是跟香港女生分開 香港女生分開 你回來這邊吧,真的沒有試過 你肯定你沒有試過?肯定 肯定 是不是他能撞傷過老生 肯定肯定? 肯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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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我沒有試過跟一個外國人拍過拖 但我身邊有很多人甚至乎有結婚 其中有一件很有趣的經歷就是 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就在日本工作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日本女朋友 很簡單,我不是說什麼,好可愛的日本女朋友 他們就說我不知道他是否認識了 我朋友回到我說,他第一天跟他拍拖 出了逛街,拍拖第一天,可以送女生回家 首先我想說,在香港的男生來講,送一個女朋友回家 是很基本的,很基本的 不送是很奇怪的,你跟她拍拖,不送是很奇怪的 不送你是不是不追求我 追求了 追求了 但當日本女生,我的朋友第一次拍拖後 送女朋友回家 送完樓下,她哭了 日本女朋友哭了 我朋友以為做錯什麼 我朋友說,糟了,我碰都沒碰 第一天拍拖,沒理由什麼 你後悔你不要在我面前哭 我朋友當然是精通日文 日本女朋友就跟我朋友說 她說,我這麼多年,這麼多男朋友 你是第一個送我回家 就是這麼簡單 日本女朋友還是這樣的 日本的思想還是很奇怪 你不是太熟,她不會跟你交個電話號碼 如果你突然在街上幫她綁鞋帶,她是豪哭的 你是不是 幫我綁鞋帶 你跪下幫我綁鞋帶 《Air Force High》 《Air Force One High》 就是一樣,她說得對 我也看過那段影片 就是基本上 就算女生做得多高級 她結婚之後 她就會很想辭職 然後就在家裡煮菜給你吃 其中有一段影片 就是很有趣的 她是一個中國的廚師 去到日本做廚師 然後就賺到一些錢 但不是太多錢 但就認識了一個日本女朋友 日本女朋友辭職 在家裡上夫教旨 你要明白 那個中國人 去到那裏就覺得 日本隨俗 我來到這裏就娶了你 你說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你會不做事 那也試一下 但結果有一天 因為她是廚師 她回到家裡 中國人 她可能比較 潔癖 喜歡收拾好些東西 男人都會做家務 她是廚師 會煮食 但那女生 很奇怪 日本女生 可能覺得自己 服侍得不好 因為外面做事不同 但回到家裡 你要煮菜 我煮食又不夠你好吃 我做家務 可能又覺得 你回到家裡 為何要收拾好些東西 要洗衣服 那女生覺得自己無地自用 差不多去到 不是因為不喜歡這個男人 而是覺得這個男人 甚麼都不用他服侍 差不多要跟他離婚 他不能回到他的工作 你明不明白 他沒有工作 那女生 他沒有工作 沒有潔癖性 我上班的時候 真的不用工作 我也會潔癖 你有試過 有一份工作 如果讓你每天坐在那裏 你幹甚麼 人網的時候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我幹甚麼 每人回來 就想想 打甚麼 有機打 有勢毅 他真的沒有勢毅 那怎麼辦 日本人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要做好 我是老婆這份工作 所以你一定要給我這些工作 如果我做不到 我給不到 那我真的搞不定 好像網友這樣說 日本人嫁給港澳 男士很開心 但剛剛所說 就是不會了 就是他們覺得做不好這份工作 你不要以為 他們選了一個香港人 真的很好 當然有例外 可能有些日本人 真的 不需要我做 發達了 總有的 但是大部份 可能都覺得 我做不好這份工作 真的可以掉頸 文化就是 如果日本結婚後 老婆就要好好地打你頭家 那頭家就是應該老婆搞定的 男人就出去搏殺 真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遇過 那些日本女強 其實我都認識一些 你也認識 因為我舊公司的時候 那個上司是日本人 然後是日本女人 你認識外星人 是女人 你認識這麼多地球人 你認識外星人 我也想試試 為師你 我有一個工作想做 你認識拉薩的人 想打個電話給他 但是 改名 我真的遇過一個 我之前在公司 有兩個團隊 對於Business那團隊 最大的一個是一個 日本的女人 不重要 接走婚的 她的工作是瘋得瘋 聽聞她老公是相反的 她老公就是那些 香港人 好像是 相反的 我們公司也有這樣的情況 不要說 但是那個日本女人 相反的 好像是你那邊 總之那個日本女人 就很厲害 去到所有生意 管理整個團隊 可能有百多萬的收入一個月 都是那個女人 搞出來的 所以很明顯 都有這些例外 但只不過不會很多 我覺得真的 這個證明文化有差異 每個地方都有差異 日本是這樣 有沒有其他地方 你會覺得 你又試過杭州 杭州和香港 你結果都是不喜歡杭州 結果你會選香港 韓州味 你剛剛說 我認識過 她認識過 她認識過 認識過韓州和俄北 認識過韓州 認識的 認識台灣 認識台灣 其實我也想試韓州 我沒試過 韓州菜 至少上海也是這樣 有什麼樣子 四川吃辣的地方 辣妹子 都是皮膚很滑 很白 總之吃辣的 很辣 四川妹子很棒 四川妹子是爆炸得很糟糕的 真的 一不腳就中刺你 聽聞你好像對上海有些研究 上海有些研究 不是 我在上海沒有研究 剛好之前 上海人應該看不起香港人 不是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是什麼事 我曾經有個朋友 他其實是香港人 我去了上海做一段時間的事 他也是地道的香港人 他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最後我也是維持原判 我覺得香港人是最好的 但你說其他國家的國籍 可不可以試試 當然可以試 我記得Kao有一個朋友 是試過韓國的 不是很朋友的 泡菜 泡菜 韓國的女生真的 真的看韓劇這樣 我還沒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很粗魯 沒有 韓劇這樣 有一個韓國的朋友 你說他是不是很粗魯 他有一點 其實跟港女差不多 香港的女生 我講的這個字 不是別人的 簡醒來的 香港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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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其實有很多香港女生 都要動手動腳 怕你啊 打你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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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多都 港女很多都是這樣的 你說我認識那個韓國的朋友 不是你的朋友 那個朋友 你那個朋友 不需要越描越黑了 是我的朋友 沒有跟韓國人拍拖 好可憐 好可憐 大家明白他做了什麼 跟著 跟著 明白嗎 我想聽 然後他也是那些 會打你吃 但我跟這個朋友 相處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韓國人的樣子 是很奇怪的 其實你看清楚 是 那些微滑都很粗 未整容那些很奇怪 就是你日本和韓國 你首選一定是日本 因為日本那些 是入屋一點 是親和一點 我不行 但韓國那些 日本很多 是有腳的 安心的 有 然後就是 你看到韓國 你不知道為什麼再看清楚一點 你認真看下去 是有點怪 是不知道 說不出的怪 我們看不慣 你說是不是不漂亮 它不是不漂亮 但你認真看清楚 它是怪的 有某幾條肌肉是不動的 可能是 你硬是覺得 有人說 日本、澳洲那些 不可以打上來 這個28927899 打上來我們今天 可以聽電話嗎 可以開啟動 開啟動 很想聽一下 外國那些 所以韓國就 可能會放日本妹在前面 韓國是怎樣 因為我所知 你是食家來的 你有沒有持有以上股票 有很多人吃過 基本上韓國人 在外面 對外就是熟女 等於我們看韓劇 他們出去 熟女 扮得很漂亮 花枝招戰 離開了家門口 他便是另一個人 回到家便動高腳 基本上馬上脫掉 只剩下 很疏鬆的 在家便動高腳 就是一個 你不可以說他是什麼 只不過是比較 粗魯 比較 粗魯 野性 基本上他是這樣 野性 還有韓文 韓文是這樣 韓文是 韓文是 衝 衝 其實韓文是很難聽的 很難聽的 是 香港人現在聽慣了 其實不是代表他聽了 而是韓國紅了 你覺得他講話都覺得不同了 而且韓國人是很傳統的 你有沒有看到他現在的那樣 傳統都不得了 我簡單告訴你 其實看韓劇都看了很多 就是一個韓國女人 嫁了去一個韓國男人的家 因為是這麼傳統的 他嫁了去韓國男人的家 基本上這個叫媳婦的物體 即是媳婦的物體 是全家的地位最低的 你要服侍什麼呢 你要服侍他家公家婆 不得了 即是窮公婆婆更加 老公當然要服侍 但是你連老公的妹妹也要服侍 你即時低了 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有一個香港朋友 去了韓國讀書 去了一間房屋住 因為韓國的女生 在韓國的地位真的很低 他們不是看你哪個國籍 總之是看你少女的話 就是你的價值很低 尤其是他們的老女人 原來是很兇的 很高地位 有一次他去住屋住 沖沖阿娘 阿芝媽 阿芝媽 阿芝媽沖沖阿娘 我的朋友沖沖阿娘 無緣無故阿芝媽 阿芝媽沖沖阿娘 你又有朋友沖沖阿娘 對呀 是家賓來的 是上來的 然後阿芝媽無緣無故就按開門 沒有敲 沒有敲 他又不說名 對呀 阿Dell 阿Dell 我也特地不說名 阿Dell自己說過 你還沒說過這件事 你還沒說過 你還沒說過 我忘記了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說 你只要跟你一個說 好奇怪 阿芝媽 我以為你知緣沒聽過 你先說知緣 我沒聽過 你叫他講阿Dell 阿芝媽是進來不理的 只要在洗衣 不是洗衣 是不理會他 但你會覺得很奇怪 香港女生 尤其是 不要說香港女生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的私隱是很重要的 我們是不會這樣 那為何他不鎖門 沒得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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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說 還不是要一次 如果你有一次的話 你下次就會鎖門 聖牌 如果有第二次 很明顯就是沒得鎖過 韓國的文化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長輩和後輩分得很清楚 敬語很厲害 因為你看到那些韓國節目 是那個前輩來的 你一定要講敬語 他早你一天都要講敬語 對 所以有時候G-Jagan去外國 他問清了一個主場 你幾大聲 然後我才會講敬語 我才會講敬語 我很嚴謹 我跟G-Jagan做過事 他說有一次他真的不能不配服G-Jagan 你做了一個活動 有很多人在 G-Jagan是每個人都會走過來 首先跟他說我是G-Jagan 我今年幾歲 我需要用敬語 是這樣的 他是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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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傳統 我想不只是G-Jagan 如果G-Jagan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 還有你只是少女時代 九個人裡面就是一百個 都會分你是最小的人 然後一個一個年紀的大相 一個一個都會用敬語 一定有敬語 一定有 自己內部都會 何況對外面有那麼多人 一定是 我有個朋友 其實很大壓力 我有個女生跟一個韓國男生拍拖 在日本讀書 沒有被打 原來有些韓國男生是沒有心肝的 可能會答應了一個女生說 我不喝東西了 G-Jagan也會喝東西 而且他很蠢 有時候可能女生很流行 或者是否全部女生都是這樣 即是給你一些訊號 這些不關韓國人的事 甚麼地方人都可以 男人沒有心肝的 對呀 特別是掛他喝酒的 哈哈哈哈 這樣說 真的很蠢 他拍拖的時候 那個韓國男生的媽媽 已經是 已經經常說 是指指點點 覺得好像入罪了 然後那個地位很低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男生其實都很加勁 做藥房 大佬 在韓國做藥房 這樣說 所以這個女生最後 真的受不了 放棄了一個韓國男生 都是選香港男生 本來那個女生覺得香港男生不行 嘩 哪一個可以的 一定要選外國 這樣說 他就是試完那個韓國男生 馬上回來 就很快跟香港男生拍拖了 其實來的小回合 就是基本上 香港男生都是適合香港女生 香港女生都是適合香港男生 我也覺得是的 我也覺得是的 但我真的很討厭一點 想試一下 其實是外國男生 想試一下 但ABC我真的覺得很討厭 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港女ABC 混過你的女生嗎 不是 就是女ABC ABC的女生 ABC的女生 很討厭的是什麼 即是如果她那些很認識 其實我們不要看得起香港男生 那些是特色的 即是香港女生 真是香港女生的ABC的特質 就是她想的 就是她的用福利用到盡 即是說什麼 是我想是我是ABC 我就是ABC 我不能明白 我是升了Live 但如果我不是 那我就是香港女生 你明白嗎 即是真的這樣 即是她跟你去到一個地步 可能跟你想聊天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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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我不能明白你說什麼 這個是香港女生的突然 即是她會自我 自我感覺是 我是高Lady 是的 是高人一膽的 但是兩個不懂得形容 但有些男生是喜歡這種人 這麼率性的 即是這麼隨性的女生 可能有些男生 我扣到就喜歡 我扣不到就不喜歡 你就知道我扣不到 你扣不扣到 你扣不扣到 扣不到 即是又說回外國人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外國人 外國的女生 ABC 假設是怎麼說 女生 是不是真的這麼喜歡外國的男生 其實就未必 可能他們喜歡中國人 某種傳統 或者喜歡香港人 真的有某種細心 即是等於很簡單 如果是一個女生 外國人 外國人是真的AA制 喜歡吃親飯 即是你不會像香港男生 不知道為什麼 殺機無神 不認識你也會請你 白癡 即是我不要 喂! 喂! 你為什麼看著我 我沒有錢請你 現在 我自己對蠻人 拍了這些 唉 我只會把你舊衣服 我舊鞋也穿 我舊鞋也穿 穿 舊鞋也穿不到 還要投資 以為會有回報 Moria就問 如果有個漂亮鬼妹主動出擊 有識國語 師傅會不會接受 有個漂亮鬼妹主動出擊 以下 之後的條件 認識國語也沒關係 他有你的字 就行了 Go here Go here Do you know I can speak English? Yeah Okay So just call me It's okay 他好像模仿那些UA口通 Give me a hand Yeah Let's check now Hey dude Hey dude 但如果你拖過外國女生 出街的女生 又高過你 又條件很優越 你真的覺得 你真的覺得 我們就做 Yeah F**k you Just f**k it 喂 你的港式牌子的名字 Nolpengger 就沒有 Just do it 啊 Wishel over gun F**k F**k Loky F**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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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人 誰是雪紙 下次給你們看 他真的很像ABC 雪紙 我覺得是一般的ABC 我覺得他只是想認識ABC 他講話有點ABC 人格一點都不是ABC 你真是很熟的 你又是甚麼 你又很熟 你救我啊 我救不到 我突然選擇不如救一救你 我突然說選不到 OK的 雪紙 香港人很友善 你又瘋了 他也對 有一個人說不是每個外界人 人家都會ABC 人家都會請人 這個世界甚麼人都有 每個國家 基本上每個文化各樣東西都不同 香港人都會請人 我覺得ABC不是看那個 地方性 不是看那個人的性格 是看他的財政 是看家教的 31號沒有理由不是ABC 沒有理由不是ABC ABC 其實我覺得是更多原因 是想去追求那個人 追求那個女生 不一定 如果你真的很想追求那個女生 你又覺得那個女生是 請得過 請得過的 即是投資 都不一定 我也覺得不一定 我絕對不一定 有些人都要確定 四個都反對 還有有些 你可能真是朋友的 就算不是女生 還是男生 你都可以請的 即是 又或者是 今餐我請你 下一餐我記得的話 你請回我 我有個朋友 很多年都會有朋友 當然是 我有個朋友都是這樣的 譬如 我們 我不知道他當那些叫聯義 香港小叫聯義 即是他會叫我出去 跟那些朋友吃飯 那一班男生 還有少少女生 或者一班女生 通常他最後都會提議 沒有人答應之下 亦沒有人預告之下 他突然跟他結帳的時候 就說 女生不用給了 我們男生分享回整個街 不是 那兩個人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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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接受這個 那兩個人吃兩個布甸 這個就不是AA 不是AA 男生是風度地請女生 但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都是 你們會不會 如果你想追一個女生 通常都會 我第一次請 我不追也可能我會請 我沒所謂 但問題不是追不追 不是不追 不追那些撇開 如果你想追一個女生 通常都會請她 那要看方法 我也不是 那要看方法 要看什麼人 其實比較壞 追女生就是方法 不是代表請 有些女生可能更壞 你請我 你請我便當你是兵 不簡單 香港女生有些是 你請她 你追我 對 對 反而沒有下次出門 反而AA制還有下次 但你去到某個環節 你才可以請 我同意這個 最好AA制 反而 最好AA制 才有機會 或者請的時候 說一些原因 沒有省子 我給我 也有機會 可能是你們 我會這樣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開始 快要請 除非她什麼動作都不做 不奇怪 吃飯埋單 沒有的 你們都說不買AA 就是這樣 我看你很反抗 這個說法 不是啊 我沒有回答 有些女生 我賣了一死角 放過我 我跳下去 有些女生真的 那個侍應都拿一張單 她還在做其他事情 難道你不給 難道你還要問我拿錢 我又不會主導問人拿錢 我也不會 但如果她先拿籃包 或者先拿AA制 我又不介意AA制 甚至我正在混合她 我覺得她也是 我正在混合她的時候 譬如我混合她的時候 譬如我混合她的女生 你會主動先把那個錢給她 只不過她 她幾時會再給你她的錢 她當然會收 沒錯 你跟她說 我可以收 我不是事後未必收 我一定是當時的 她主動給你 有時候會說 她之後會給你錢 看看到時候的情況 許可之後 不用了 下次我給她 或者之後那頓糖水你給 自然回答 自然回答 如果你客人這麼明白 今天不會做絕對的 有很多難追的 如果不是這樣 每次都給她 真的可以做兵 我試過 哈哈 沒有說服力 你那次的經歷大概是怎樣 一個告訴你 就是兵的成人 有沒有一次心想的經歷會是這樣 沒有 現在不想說 黃吉他 哦 寂寞以兵王聖水 很開心 是這樣 我們還要玩這個 其實我們今天玩了遊戲 其實今天是預備了遊戲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剛剛才收到 剛剛才收到 在NASA那裡有個訊息 在NASA 其實昨天坊間也有影片 在Facebook也分享得很重要 就是一個叫 我忘記 真的不好意思 我雖然很佩服你 但我真的忘記了你叫什麼名字 就是一個講股市的女生 就是一個主持 他就在可以很流利 就用很短的時間 讀了一段的免責聲明 然後讀了一段免責聲明 就是驚為天人 很多人都看到 因為那段是很長的 然後那個女生 是以一個超流利 超快速 以及超清楚的步伐 全部讀出來 昨天在Facebook的瘋傳 Mask Tom 林子彤 對 17.791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 然後Mask Tom 挑戰了這件事 我昨天看完之後 立即WhatsAppMask Tom 我說我們弄一條 他說在搞定 最棒的時候 我們星期五在線就玩 哎 快了 他學你 他玩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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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玩了兩次 我們還沒玩 我們還沒玩 我真的衝動跟Karl 說Karl你打電話 我們星期五玩 然後隔了一會 不是玩了 好厲害 Mask Tom 好厲害 阿彈摩你怎麼辦 你的商業的DJ 叫什麼 我們嘗試挑戰 首先大家都是第一次看這條 看這麼多字數的免責聲明 其實我以前做廣告的時候 錄不少 但通常錄最後一句 為什麼現在才發覺 沒有那麼長 是不是剛好有人看創庫方 因為想創庫 因為最近股市 會不會這樣才留意 大家看股市 沒有看過很難讀 可以看一看 沒有 話說這段影片的成名 是因為廣告時間真的沒有了 通常都是 迫著他要在這麼短的時候 說完 因為不說話要犯法 一定要有條例 一定要說 所以當時是迫著他要這樣說 雖然他本身的進度也是快 還有牌照號碼也是 但牌照號碼短很多 免責聲明是長很多 就迫著他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就17秒多 就要說完 所以他準備休息 他準備休息 他準備慢了 有吸氣 他準備慢了 因為他已經說了 因為他的臉很紫色 開始是不夠氣 他已經說了 你猜他連了多久 可以這麼純熟 每天都說的 每天都說的 他會背 一定是背 Happy Friday 說了很久 Happy Friday 才是不慢 我覺得不需要 你隨時就這樣說一次 都已經很難 你沒試過嗎 我沒試過 我們由阿Kal正經 認真地說一次 用你一個正常 你不要鬥快 正常看得到的字 然後順暢一次 我們看看要多久 然後下一個level 就是有人圈你了 準備了 準備 3 2 1 以上嘉賓是金管局和證監會的持牌人 以上特提及的結構性產品並無大壓品 如果發行人或擔保人無力償還或違約 投資者可能無法回收部分或全部應收的款項 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可升可急升可急跌 投資者有機會蒙受投資的存盤損失 而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所以投資前請參與有關上市的文件 作風險評估和尋求專家的專業意見 明天同樣時間和大家見面 其實他可以 30 他算快了 我覺得又不脫掉 30 這個是劉光廷的標準 來的 但真的很長 其實他可以這麼快讀完 好運氣 馬米是一半 基本上樂開廣告都知道 1秒4個字是正常的標準 馬米是15秒 好運氣 話說之前有人計算過 如果這段說話 15秒說完 應該是1秒9個字 即是一個正常人說的速度的量 這段影片 五爪是不是有沒有較快 真的沒有較快 沒有 因為沒有變聲 聲音還是原聲 如果較快 通常應該是聲音壓過 應該會 雞仔梅隱聲 即是迫閒馬聲 我不知道 雞仔聲 所以這段影片應該是真的 馬米都做到同樣的實驗馬 就真的可以做得回 原來15秒 馬米都說到的 如果你再不相信 你就聽聽聽 什麼 hate me 你真我 hater hate me hate me hate me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做一個挑戰 真是鬥快 真是鬥快 大家都沒有練 試了 那你先 你先 我先 那你計時 1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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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好 謝謝以下 嘉賓 我覺得是30秒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不是問題 你說錯了 這個遊戲 有些時候說錯了 沒有意思 我告訴你 這個遊戲 是玩什麼呢 跟玩賽車遊戲 time attack 滑出大學 不是 頭30秒 是一個官方給你的競賽時間 快頭過3秒 應該是OK的 不爛的 好 27秒 現在Erik第一個 26秒 我猜就應該有些難度 對 26 25秒 難度 其實我沒看過 你全選了 搞錯 搞到我這樣都要螢幕 做一下事 你放他們不是做過那些事嗎 你猜甚麼真的就是即體即唱 我才是一隊的 其實是是沒有人想說的 我現在是公平的 所以全部都沒有做 OK 這種遊戲 你會選擇了 你來自取螢幕 好 幫你一起選了 選了重點 好 選了重點 好 預備 好來準備 好 準備好 好 3 2 打開 你可以再說 你覺得好吃嗎 請問一下大家好不好住啊 大家立刻去唱歌好不好住啊 大家好不好住啊 好,來啦,認真啦,預備 準備,出壇 Are you ready? 好,3,2,1 好,謝謝以上嘉賓 今天會自己的慈白人 以上結構性產品並無大家品 如果花學人士或者單無人無禮常華 或者約會投資者可能無法回收全部 或者全部收回應基本本來 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可以 剛才我們確定投資者有蒙受投資 全培損失的 而過往並非表現的將來 而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所以投資者呢 正三月相關的上市文件 作出風險行股 和尋求專家的專業意見 好啦 明天不會再見你了 還慢過第一次 35秒,又有例子可以說 曾幾何時 而我玩頭一點的時候 有這個情況 官方給一個沙拉 好,你想快 切內線 一條靚 我們叫什麼? 扇位 扇位很重要 就是外圈入 內彎轉 再外圈出 這些是最靚靚的扇位 正常賽車遊戲 最靚靚的扇位 就是這樣 好 通常一丟過的時候 一串 頭撞了 那就糟糕了 然後就會逆向 然後就這樣 通常就這樣 我當然是靚靚靚靚 有禮貌的 如果打賽車遊戲 怎樣的呢 我們開始 對呀 那我玩又入錢了 對呀 玩一彎 逆逆行 五秒就走 我炒了 就是不亂玩 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不是有第二次機會 好快 入錢嗎 先把你五元 我發覺不要說大聲 這件事實聲音說就可以了 對呀 推一下這些咪咪 他想響後計 好,預備 預備 準備 準備 預備,3,2,1 好,謝謝以上的嘉賓 金管中和政家 每日持牌 以實際的結構性產品 並無打壓品 如果發行人或單位任務 你償還或者違約 投資者可能無法回收全部 或者全部應收的款項 結構性產品的價格 可以急升,可以急跌 投資者有機會蒙受投資的全部損失 而國安表現未來的投資指標 所以投資前 請參與有關上市的文件 作出封面評估 以及尋求專家的專業意見 好了,明天同一時間 和大家見面 拜拜 哇,21秒 但是她說錯了 未來表現的指標 不是未來投資的指標 對,不要緊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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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女的那樣子 你猜她沒有錯嗎 我覺得她有錯 我也猜她有 我最後先試一次 你先試一下 不行,你先 你先 先說這麼多東西 幫她計時 你幫她計時 說這麼多東西 看這個 準備 1 2 1 1 3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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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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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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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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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樣可以用最漂亮的示範 風建車用一個season 那是彤彤 彤彤是17秒 最重要是清楚 其實中間有兩個位置 中間有一個位置 中間有一段 雖然他每天說 但我覺得還是不容易 有功力的 又來? 風建車人過一秒是改了一個season 你可以試一下,如果改了兩秒 可以改了兩集 看一次 恐怖就是2 退休的 好,預備 3 你不計時的 1 1 1 2 以上的結構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了 這些就是玩賽車遊戲 汽車來 入池 這個遊戲 你玩一次嗎 又來? 他也是幾個遊戲 會不會 入池 多大幾個入池 給錢 好嗎 可以玩一個鐘 1 1 2 3 好,謝謝 以上的嘉賓是金管 和正金管 藝廉排演出席 提及結構性產品並無打壓品 如果發行人或擔憂無力償還 或是為了投資者 可能無法回收全部部分 或是全部應收款項 結構性產品的價格 可以急升去急跌投資者 有機會蒙收投資的全部損失 而國安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所以投資前 請參與有關上市公司的文件 再出發封印評估 以及投資者的專家的專業意見 好了 明天還有時間和大家見面 拜拜 你說20次 說是回收來收回 我給你三次幾回 你都說 不是,他的符號 看錯了那些調珠分 這個是調珠 即是改作文 好了,下九可以去什麼 所以真的很明顯是這樣的 這個賽車遊戲的原理很正常 剛才由三十秒跳到二十五秒 這個是應該可以的 因為有新手 跳到一個玩家 但一個玩家再上專業級 要過二十秒 有很多的鍛鍊、練習和堅持 對,要鍛鍊 所以最後都給了一個Creddy Mastermind 但你始終都是 因為我見到很多人踢他 都是踢MAS,D,ER,MIC 你笑得很好 你始終都是以為有人努力 你多厲害都好 人家都不記得你的名字 你說了八點幾日可又怎樣 人家都記不到你的名字 你說了十秒又怎樣 都是傳出來的 都是MAS,D,ER,MIC 你抹茶什麼 來吧來吧來吧 好棒 我真的笑得很好 我真的笑得很好 我把節目給你打開 原來是打開 就是這樣 這個口長可以的 但可以試試一下 我最近看到一個帖 好像梁祖堯分享 這個是全新的急口令的熱潮 就是當時他們玩 就是那個漢堡包 急口令我真的不行 以前是漢堡包 雙層路巨木包 不是啊 山菜芝士加芝麻 芝士山菜加芝麻 然後不知道什麼 國海營 拿著一個袋 國海營 還有一個袋 對 袋子迎 這是就是再做一輩 很多 CG,CG,CG,C,CG,CG C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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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再補一部 然後還有一個不知道什麼 是油棲 有差很多,有差數 這個是最新的金毛靈,厲害 這是一個新的熱潮 厲害,Master Mike 你們真厲害,你們贏了 你們真是很厲害,全城瘋狂 以為他Key的胸,說話都這麼厲害 好厲害,他又Crabby你 大家回家練習一下 我說有沒有遇過,下個星期沒有特別遇過 沒有遇過 我們都沒有遇過 大家給我元氣彈 明天早上11點的時候 給我元氣彈,大家儲一個元氣彈 如果這個元氣彈成功出球 星期一就有話要說 記不記得那個項目嗎? 不要記不記得 我預告可以是我星期一都會在 我星期一都會在 我星期一都會在 希望大家有個 記住Edmond的表演 6月5號,Edmond的表演 記住買表演 看到我們的特別演出 還有6月6日會下雨 大家去玩的時候 記住戴一把傘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參與 下個星期一再見 拜拜 阿姨說得那麼快 阿姨